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会议 那么我们现在再稍等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加入到我们的会议室当中 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将要分享给大家 特别是关于 关于我们的Forex AI Crypto AI相关的消息 所以请大家都关注一下 那现在我们再稍等一下 我们再等待一下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会议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我们的信息 安娜博士 我们的孩子终于返校了 所以我们也得救了是吗 是的 是的 又是我们的返校日 我们终于又迎来了返校日 我之前有说过我们的团队 我们有更多的 专门的人员在做这个系统 我们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开发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故事 新的结果生成 我们非常期待 Edward非常高兴见到你 我们这周又可以见面了非常激动 那么我们昨天也是一起吃了早餐 今天我们又在zoom上开会了 是的 因为我几个小时之前才刚吃了早饭 甚至我还没有吃下面一餐 是的 还有伊莲 非常高兴见到你 现在我们的摄像头里看到你们两个人 很好 那 我们的领导者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泰国的这个普吉岛的12月的活动当中 我们在那个活动当中会与大家分享很多的消息 是在迪拜活动之前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 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申请的流程当中 我们将会度过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 我们将会享受 一些良好的成绩 我们将会有一些良好的消息 激动人心的消息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 几天之后我们就会坐上飞机去到欧洲 在9月9号我们会在布达佩斯举办活动 我们会有三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包括德语匈牙利语还有法语 德语匈牙利语还有法语 那么我们还将会有非常多的人参加 在欧洲我们将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来参加 全世界的人都飞到我们这里来参加 在10月份我们将会去到日本大阪 举办亚洲地区的会议 然后我们在11月我们会去到南非的开普敦 那么在未来的三个月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活动 那么在12月我们会有VIP的领导者活动 我们达到500万泰达币以上的贡献者 在2月到8月实现这样的一个贡献额就可以有资格加入到我们12月的活动 我们对此都感到非常的激动 那我们在9月份的第一周 我们将会释放迪拜活动的奖励池 那么在这个奖励池当中我们将会有下一周的奖励的发放 那么我们参加上一年的迪拜的活动的各位恭喜你们 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奖励池中获得奖励 那么DAISY是市面上唯一一个活动能够为人们参加活动而支付费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请大家确保我们能够注册明年2月的迪拜活动 我们增加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就可以加入到这个奖励池当中分享我们的奖励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迪拜奖励池当中现在的数据 我们现在有着非常好的数字 好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的价值 每一个份额 每一个份额达到560美元的价值 那么一半 每份额的一半是258美元就会在下一周支付 还有包括推荐的计划 也是超过了100万美元 它的每一个份额是2869美元 2869美元 每份额 这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个数字 那其中一半呢 将会在下一周支付 也就是1435美元左右 大家可能有多个份额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数字 所以我们只是参加了这个活动 就可以获得奖励 是的 那对于 我们的推荐计划 我们每一个份额是2869美元 也就是你带别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 这在未来的4个月将会进一步的上升 这是非常有力量的 我们要进一步的关注迪拜的活动 从我们参加的角度来说 从参加的奖励池到推荐的奖励池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我们邀请别人一起来去为我们参加一个活动 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我们能够获得这些良好的信息 获得这些关系 而且我们是有一个整个团队来参加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体验 我们可以更好地获得这种体验 我们有9月10月11月1月 还有6个月的时间 来去宣传我们的2月份的迪拜的活动 这将会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 我们会在可口可乐竞技场举办这个活动 我们将会在这个会议上宣布一些大消息 我们将会 大家都知道我们将会准备好 一个去中心化的资金模式 模型 我们将会在线上 发布这样的一个模型 大家会在迪拜看到 大家会看到 我们的奖励计划 它非常的令我们激动 那么在2月份 我们也会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消息 大家一定不想错过这个好消息 它将会是我们举办过的最好的一个活动 那么今天 我们聊到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Crypto和Forex AI的绩效表现 还有我们的数据 那安娜博士和安娜博士和安德泰克的团队 要确保我们可以开始看到 一个表现的突破 在9月份能够实现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有的一些 成绩 对于我们整个社区来说都是良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最好的一个季节 就是我们Forex发展的前12个月 2022年的4月到2023年的5月 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成绩 在Forex当中出现 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在我们上线Forex AI之后 我们使用一个一体化的模式 我们有一些实时的交易员 加入到我们的决策当中 他加入到我们的数据的输入当中 那安娜博士可以解释的更为清楚 他让我们的AI的团队能够进行观察 看到不同的交易策略 提供一些信息 让我们的AI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在Crypto当中的一个成绩 那么今年6月份 我们就不再使用实时的交易员了 来去发展Forex AI了 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 我们看到 在这周 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动向 那我希望AI能够追上 那对于安娜博士来说 大家都看到了一些令人失望的因素 那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我们在市场当中 AI没有追上 那么大家都很失望 那么大家晚上都会睡不着觉 那安娜博士和他的团队都在解决这些问题 那Daisy和Andotek都善于解决问题 我们有挑战 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 我们有一些障碍 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继续前进 我们还是能够实现目标的 安娜博士所开发的Crypto AI和Forex AI 是前所未有的 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现在所聊到的 不是传统 也不是自动化 这些都不是真实的AI 我们所聊的是史上首个真正的 AI交易平台 这在世界上都是首个的 所有的金融机构 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之前都没有存在过 那我想说当我们面对挑战 或者是其他的成绩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榜样 这样的一个先驱 我们要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要看到 我们 Daisy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前所未有的事情 大家遇到挑战的时候 是之前都没有被别人做过的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会经历到一些 临近期 挑战期 当挑战来临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推进 那首先我们想说 在我们开发AI的时候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项目 往未来发展 我们的决心从未改变过 我们遇到的挑战 将会共同的面对 我们将会共同的增长 我们将会共同的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做出决策 那么我有着非常强劲的金融背景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 那安娜博士和她的团队 都是非常著名的AI专家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为我们的社区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在开发AI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解决一些问题 在开发的流程当中 我们想要确保我们的社区 和我们所打造的体验 是一个能够成为最好的 我们要提到两件事情 第一 我们将会使用 我们的实施 一个实施的交易员 在我们的交易基金当中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我们有一些人类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些结果 它的成果是更高的 那AI开发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今天也宣布 历史上首次Daisy的项目 我们将会包括一个线上的 Crypto AI的交易员 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公布一些细节的信息 这个决策呢 是基于我们这周的绩效来做出的 那我们和安娜博士 我们在想怎么进行一些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在短时间内所做出的一个决策 我们看到我们这些积极的这个成绩 AI将会继续被开发 将会继续的自我验证 这会让我们进一步的获得胜利 现在呢我们也无法去公布一些时间安排 我们将会有一些一体化的工作 还有后端的一些整合软件开发等等 来去保持这样的一种更新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 Forex已经做过这件事情了 我们相信这会是一个快速的过程 我们看到Forex的上限将是很快的 那我们和安娜博士聊了之后 我们确保它会很快上限 在未来的几周的时间 我们将会有一些 线上的交易员连接到我们的AI 可以看到我们的Forex和 Crypto AI当中的成绩的大大的改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发的 这个能力的提升 它让我们的交易员减少压力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进行更高效的评估 那我们的线上交易的团队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都是选择了最好的交易员 在世界上最好的一些交易员 而且他们有着良好的从业记录 他们是在行业最高级别工作 而且是以全球的形式 那么他们也是愿意与我们开展合作 我们将会看到一些非常令人激动的结果 在Forex和Crypto的方面都会有一些良好的成绩 我们会尽快的在未来的几天公布给大家 来进行上线 我们在未来的六个月 在今天到迪拜活动之前 我们将会看到一些AI开发当中的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当我们二月份举办迪拜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开发和发布我们的 去中心化的基金模型 那我们将会为大家展示最终的一个AI的版本 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级的一个模型 好我们把话筒交给Edward 那这是你参与很多的一个项目 我们也聊到了很多 那么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你 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它是我们的 这个社区的一个正确的决策 好 这是一个对于AI来说正确的决定 那么我们在forex方面会一体化的过程会更快速 那么 在crypto的方面 安娜博士来做决策 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上线 那么我们一开始会做一个小项目 然后之后加速和扩大规模 那么我们看到呢 我们非常激动的看到这些新消息 我们昨天 天几天我们一起在讨论 我们也是举办了很多的会议 那安娜博士呢 为我们展示出了他所开发的内容 那他在做一个PPT展示的时候 我们聊到了AI 如果这些功能都已经落实 他能够带来哪些效果 我就是说 这实际上就是我所期待能看到的 那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聊的还不够细节 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我们将会看到 在不打配思活动之前 可能就会发布一些消息 是的 非常感谢安娜博士 呃您的声音比较小 所以可以调整一下你的麦克风 嗯 过去的几周我有一些生病 所以我的声音音量啊有点小 那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AI的更新 那总的来说 我们的项目的进展呢 我们有一些专家 正在使用AI 我们正在 对AI进行 这个研究 我们的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 我们 在第10级别 或者是更高的级别上正在推进 那么 我们在看到这些成绩的时候 我们 大部分的团队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结果和我们AI所带来的成绩 我们想到一些新的想法 以及AI的落实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请大家要管理好期待 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开发的阶段 开发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我们在 6月7月开发的时候 我们是最初的版本 在过去的两个月呢 我们现在进入9月已经是第三个月 我们将会进入到下一个跳跃期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四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再进行一个数据的推进 我们从第一个推进进入到第二个推进 来进入到最终的一个跳跃期的速度 在每一个层面上 我们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 技术都是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那今天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概念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那它是一些具有哲理性的 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 我想要看一下我们正在怎么去了解这个问题 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去理解 我现在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我们还是听到 还是有说音量比较低的问题 啊我现在在 我现在调整一下 是的 我可以听到的好像比刚才好一些 啊我现在尽量是大声一点说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 在我们的Debuy的活动当中 应该都知道 我们介绍了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预测价格 那价格的预测是来自于两个元素 一个是真正的价值 我们的资本真正的价值 由我们的社区所看到的价值 还有我们的资本本身的价值 那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另一个因素是价格行动 也就是人们看到这个价格之后 他们决定是否对呃呃 如何对这个价格进行反应 那在 过去的半年 我们聊到了一些例子 包括我们的价格的行动 我们怎么去 进行一些行动 还有一些价值的讨论 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去讨论价值 我们怎么能够就价值而进行我们的行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做 这是一个例子 是我们 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发展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 大家在等待一些消息来去做出反应和行动 然后呢 他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改变 那么我们出现了两个消息 让我们的市场出现了激动的情绪 出现了牛市 那么我们的对于这个消息是非常期待很高 那对于以太坊来说 它的价格是牛市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它仍然是较高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对于比特币来说 它从价格角度来说 我们的消息到来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问题 包括 我们的时间范围内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以及 我们怎么去做出一些反应 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情况之下来做出反应 第二 我们 在自动化的方式上 我们 是由我们的人类的金融分析师来去做的 所以他的信息有所延迟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完成一些新闻分析 还有人类情绪的分析 来进行自动化 那么我为大家介绍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价格行动的方面 我们有技术分析 我们有市场状况分析 我们有着非常标准的交易算法 关于资金管理 还有全模式的技术管理 所有的这些因素 我们是自动化的 还有一些基本分析 那它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改善的 那么在系统当中 我们看到有一些 有超过 17%以上更高的成绩 那么70%的交易将会是顺利的 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些交易 来去做出正确的决定 如果我们进行基本的分析 我们就会获得这些成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做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 首先我们要去关注价值本身 那价值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产品 我们关于怎么去改变价值 它的一些因素 我们聊到这些基本的分析 我们要关注这些信息和新闻 这些变为新闻的信息 这些书写下来的书面的信息 它可能来自一些官方的来源 可能是来自推特 也可能是来自路透社或者是彭博社 那有一些消息可能是来自于一些信息来源 它将会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个开发 那我们的消息呢 将会创造出一种情绪 也就是关于人们对于这个信息是怎么接受的 那么我们的新闻可能会对一个信息进行正向的 或者是负面的一个包装 那我们要从哲学的角度去考虑 那同样的一个新闻 你在不同的两种叙述色彩当中 你可能感受到的意味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怎么去进行正面和负面的一个观察 那最后从情绪 它又会垂传到我们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又会有所改变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能够创造这个价值 然后价值可以进行一个改变 所以它的复杂性存在于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有一点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收到了消息 我们使用ChatGPT这个现有的技术 它是大家所知道的很多工具的一个范 范范的名字 我们拿到一些信息 让ChatGPT呢 来去总结它是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让ChatGPT来去阅读新闻 它有一些是ChatGPT无法处理的 因为一些新闻 它可能不是来自于一些ChatGPT的渠道 或者是它并不是最智能的一个工具 它在分析在其他的角度可能并没有那么智能 所以你需要帮助ChatGPT来去改善技术 那么我们在使用ChatGPT的时候 怎么来去帮助它运作的更高效 那首先 我们要理解新闻的背景信息 我们需要去了解在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 在之前 我们要看到 ChatGPT呢 怎么获得正常的 信息 正常的信息背景 那首先 我们的新闻 它是在改变我们的价值的 这个 Taxonomy这个词 意味着是一些信息的分类 那么我们聊到这个分类法 指的就是对于消息 对于信息的分类 我们聊到信息的分类 还有一些基本分析 基本元素的分类等等 在我们市场当中进行这样的分析 那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亮点 影响到我们的资本的价值 首先我们的资本资产本身 它可能包括我们的技术开发 包括一些竞争动态信息 包括说 这个基基基础设施的开发 那么基于我们的资产本身 那么我们看到 在这个加密的方面 的技术的开发 然后我们聊到资盘 这个资产级 那么我们要看到一些监管和法律的事件 那包括 我们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些市场的改变 监管的改变 嗯 还有呃变现的问题 那么再往后我们看到 在世界上的一些 经济和政治的因素 我们有俄乌战争 我们有 其他国家的一些问题 我们有不同的话题 需要进行讨论 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市场 那 它看上去 好像是 无限的 其实是它是有限的 它限于我们的话题 限于我们的事实 而且它是可以量化的 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挑战 并不是创造出这些元素 而是让这些元素 创造出模型 我为大家展示一下 一些 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利率 我们关于利率的 这个新闻 那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模型 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都会尽力 这样的一个经济循环 我们经济扩张 进入到经济蓬勃期 然后下降期 衰退期 然后谷底期 恢复期 然后再次进行扩张期 那 关于我们的利率的一些新闻 是在哪个时间点呢 发生呢 是在我们衰退的开始的时候 还是衰退快结束的时候呢 那 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点 出现这个信息 那 这个信息 的出现 它可能是在 我们的谷底期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也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的一个恢复期出现 那么我们为Chash GPT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 来去呃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 它是关于 我们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 那比如说 我们聊到一些战争 我们在战争的初期 我们的消息都是非常敏感的 它帮助我们去 理解了这些情绪 我们到中期 信息不再敏感 我们 再聊到战争 核实结束 那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信息 我们都会想要去等待技术的更新 那么有一些新闻 一些更新 我们来做出相应的行动 所以呢 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我想要为大家展示 我们可能做到的一些情景 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可以把 这个呃事情做得更好 在比特币当中 比特币呢 我们的入市时间错误 我们也对他的解读的内容也是出现错误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那现在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爱我的刚才所聊到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6月和6月和7月的项目的系统 我们有着一个市场状态 市场上升状态 市场下降状态 等等 这样的一个分差别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比特币的方面 我们的在这个点它是呃有立刻图的 那么在下面这块又不可盈利 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一个负向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将会需要有更好的基本面的信息来去处理 所以它在我们的系统当中 我们需要去把它做得更好 直到10月1号的这个时间点 那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 呃以太坊 以太坊也有着非常好的成绩 它有一个短期发展 长期发展 那那它也有两个很好的贸易期 以及一个很好的长期贸易期 那 我们对此 对于信号的表达的方面 我们 对于产品管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 可以看到 AI的系统 对自身的成绩和表现 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开发 那么 为大家展示出我们的一个新系统的 能力 我们的新系统可以做很多的有趣的事情 首先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30分钟时间内 它可以降低这个亏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次购买 然后我们解决了百分 呃我们销售了百分之三十 以及最后把它全部销售出去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盈利 那么在这个系统当中 我们 可以看到 我们 可以在10月1号之前进行这样的一个转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能够处理好 基于基本面 而不是基于价格行动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观察 好之后 我来去总结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行动 那么我们的团队 Edward Eddie Jeremy 我们一起所做的 就是我们做一个团队 还有一些交易员 我们 有70名员工在Andotech 在不断的努力的工作 我们非常荣幸创造出这个系统 每一个因素都是自动化的 风险管理是自动化的 每一个因素 都是自动化的 那么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仪表盘面前 他的信息就会自动展示出来 所以每一个因素 我们有这个 呃 风险管理 基本面管理 还有一些执行信号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可以提供给大家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呃 基本信息 就是说 系统非常复杂 他不仅仅是自动化 而且他也是在 我们要去零点呈现 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我们在这个系统当中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的突破 那这个系统我们在了解到他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市场的动向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去有一个交易员的团队 我们的系统 在没有自动捕捉到信息之前 我们要有这些 呃交易员来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的大的团队呢 要去训练我们的机器 训练我们的CHPT 来去做得更好 那这不是AI的一个模型 这不是我们所需要去改变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努力 来让我们实现下一个级别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 这既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鼓励 而且我们就会发现呢 我们的交易员拿到这个信号之后 他们将会能够获得这些信号 那么我们的这个信号呢 我们在不断的进行开发 那10月 还不是我们的第一个系统 我们将会去促进 我们去弥合这个差距 我们基于技术本身 它是一个融合性的 它是一个一体化 我们将会进行加速来去看到这些结果 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令人激动的 我们也是很激动的进行crypto方面的工作 我们希望可以尽快完成 谢谢安娜博士介绍的非常好 好 我也想要补充几句 你刚才所说的 现有的我们拥有的 ai 我们是做这个四小时分析 那当我们的这个行动出现的时候 是两天前吗 我记不太清楚了 是29号 也就是两三天前之前 那 你为我们展现出这个30分钟的时间 它是捕捉到了这个交易 它也是进行了一个执行 并且它是捕捉到了这个颗粒 那么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 它也是进一步的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有信心 它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那么我们昨天在聊的时候 我们在聊我们和团队 聊的时候 大家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那么我们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有一些实时的交易员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它都是一些额外的工作 因为AndoTech 呃不仅要去做线上的交易 而且也要呃 关注AI的发展 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开发 我们要做 去做 我们要满足人们的需求 我们在Forex方面已经做到了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做得更好 我也对此非常期待 我非常期待 现在我真的很累 前两天我参加了很多的会议 而且一直在坐飞机 所以我现在也是很疲惫 是的 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旅程 那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发这两个Forex和Crypto的项目 那这让我们能够去 在测试期间呢 我们可以降低一些风险 那么我们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些 它既没有是胜利 也没有是这个失败 那个时候是一个中性的信息 那么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利用 那我们继续的去看到 它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双赢的境地 非常期待在布达佩斯见到您 安娜博士 那么我们的欧洲的团队也会去看到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消息 一些更新安娜博士 我非常信赖你 我们 每次跟你聊天的时候都能学到很多 我们都感受到更多的信心 谢谢 那么在未来几个周 几个月我们就会看到更好的结果 那与此同时 我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决策了 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易员 那我们也非常的激动 下面的布达佩斯的活动 在欧洲 那么我们将会看到 DAISY的社区的成员 还有一些领导者 非常期待 那最后我们的奖励池 大家会看到这个数字的更新 在我们的backoffice看到crypto的数据 这个奖励池目前还不会支付 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看怎么去实施这样的一个奖励 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进行发布这个消息 这是很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社区 我们是战士 我们不需要去担忧 我们是领先者 领导者 我们要共同的推进这个流程 共同的进行发展 我们今年夏天是我们的全新的一个旅程 我们共同的创造出全新的美好的记忆 那么对于长期的发展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它是令我们感到激动人心的 过来的六个月将会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有这么多地区的会议 还有我们12月的在普吉岛的领导者会议 那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明年二月的 Limitless 2024年的迪拜大会 我们将会宣布一些大消息 那么我们将会在迪拜的活动当中 宣布一些激动人性的消息 请确保大家都能够参加 非常感谢大家过去对我们的国际活动的支持 那么也会帮助您在奖励池当中获得奖励 那么我们现在是9月份了 我们也非常期待看到我们各位 能够参加到我们地区会议当中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见 谢谢